不管是大狗还是小狗 坐车时头伸出窗外吹风都好开心 画面很疗愈 但四主要当心 因为有人因此被拍下检举 收到3000元罚单 罚单上写着 装载货物超过规定宽度 货物指的就是照片上的狗 四主说他们家这只狗是6岁的米克斯犬 一上车就会自己开窗吹风 没想到会被人检举 他自己开窗后啊 还蛮多骑摩托车会过来摸狗 然后说这只狗好可爱哦 所以我们一直都觉得这样是没有问题的 四主把罚单po上网 提醒其他有养宠物的民众 没想到引来网友议论 有人认为检举的人吃饱太闲 但也有人觉得为了安全开罚合理 为了安全应该也要看 因为我不知道这些法规嘛 那又被检举还是怎么样 挑到人要赔偿来这样 这就是一个问题 警方说汽车装载货物 不能超过规定的长度宽度或高度 违反就可以处3000元到9000元罚还 会责令改正或禁止通行 不管是开车或是骑车 警方说宠物都应该要放置在笼内 加以固定 避免宠物跳车 酿成危险 记者许玉文韩志兴王世涵 台中采访报道